大家好 我是陳詠欣 Jofie Chan 拍攝的日期是10月20日 很久沒有和大家見面 因為這段時間非常忙 和大家劇透一下 我之前和鄧炳強局長拍了一個節目 即將就會播出 這段時間是在忙著製作的東西 第一集會先播出我和鄧炳強局長的Vlog 當然不會是坐定定的訪問那麼簡單 除了讓大家看到鄧炳強局長治理香港的抱負 我亦會帶大家看看鄧炳強局長感性友情的一面 而我亦首次和大家披露 這個節目是幫中央電視台央視拍的 我也想在這裏多謝央視給我這麼好的機會 因為整個拍攝和製作的過程我都獲益良多 預計即將就會播出第一集 除了鄧炳強局長外 還有兩個神秘嘉賓 我先不跟大家透露 我先在保持神秘 希望大家可以留意我陳詠欣、Jofie Chan的頻道 我會以短視頻的形式播出精彩的畫面 而正式的傳片可以留意央視的大灣區之聲 以及我陳詠欣日常Jofie Daily的頻道 我感覺到央視這個節目的其中一個目標 就是希望可以讓我們內地同胞看到一個新的香港 有了港區國安法、有了愛國者治港 為我們香港打開了新的業 不再在這裏踢劫、毆打內地人的香港 為我們香港日後通關和進一步融入大灣區做好準備 但很可惜 明明我們通關的問題上 是方向正確跑到龍門那裏 但也未去到臨門一腳 禁區也未到 現在可能要再等一會 實在影響了很多行業的打工仔裏 例如旅遊業和零售業都是首當其衝 CY近日在Facebook帖文指出問題 亦為我們指出現在有甚麼事、甚麼人 阻礙我們通關 雖然行政長官在最新一份施政報告 一再強調通關是頭等大事 但一班公務員又是否以這個目標去工作 我都會和大家分析 另外我也想和大家說說TVB也很聰明 不等通關 先行和內地市場connect連繫起來 懂得背靠祖國這個優勢 對王藝人有甚麼啟示 大家知道我非常著重小細節 撐案是不可以錯過的任何細節 而今次TVB是一個小細節 大家都不可以錯過 今天不可以錯過的新鮮熱話 還有就是王店吉緊 他在去年12月被警方以代號疾響的反罪惡突擊調查下 發現店內藏有武器 所以拘捕了吉緊負責人 案件原定今天會在西隆裁判法院開審 但控方突然決定撤銷所有控罪 不提正公起訴兩名負責人 究竟發生甚麼事呢 而這間黃店負責人又如何篤灰呢 如何踢爆王記者以記者身份做掩飾 實際就是黑衣暴徒 我都會跟大家說說 今集很豐富 除了有時事熱話 一如既往都有金田恩偵查 今次偵查隊長是近年賣樓走人 走去台灣的杜汶澤 杜汶澤近年去了台灣做反中亂港的生意 但最近踢爆自己也選手收場 新聞不見也有說 今集我會和大家追查一下 今集可以說有兩大主題可以概括整條影片 分別是規則和讀灰 大家看完就會明白 開始前 大家記得訂閱我陳詠欣和Jofie Chan的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 總有影片支持我的 記得要讚好和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亦希望將影片廣傳開去 讓下一代人知道旺媒和攬炒派不想大家知道的真相 記得你的讚好和留言 可以幫忙抵抗小黃人入到影片中 惡意攻擊意圖令影片下架 希望大家一路看影片一路讚好和留言 追看陳詠欣 知稱原因有開心 訂閱Jofie Chan和人論證 洗什麼 政務司司司長李家超在上月26日率領了我們特區政府代表 出席在深圳舉行的疫情防控工作對接會 一度令我們通關見曉光 而且在差不多兩個星期前 我們公佈的施政報告形容通關是我們的頭等大使 施政報告佔了超過500字 健康碼是通關的必須條件之一 但在施政報告宣讀了兩個星期後的今天 健康碼似乎毫無進展 再加上我們香港又再出現源頭不明的個案 表面清零 但通關的工作似乎要歸零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今個月的19至23日會在北京召開 而我們的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 原本在前天也就是10月18日要起程去北京開會 因為我們香港近期的疫情 有一宗的源頭不明個案 所以譚耀宗常委和三名列席的代表 接到我們國家的防疫部門的通知 不獲批准前往北京出席會議 我們的通關之路似乎越走就來目標越遠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呢 就是到現在我們的特區政府高官 仍然在針著健康碼要不要有追蹤功能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 在今個月的17日在電視節目中說到 當局正在研究其中一個方案 就是以健康碼被申請者主動申報 是不是到高危地點 是不是屬於高危人士 而市局長就說這個研究報告 會提交給內地的相關部門去考慮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有評論過 就說內地不會接受自願申報行蹤 而我們的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 在昨天也就是10月19日在社交平台讚問 就說明任何人如果要進入邊界的另一邊 都要滿足對方的入境要求 這個就是常識 CY就用到美國去做例子 就說去美國的話就要先辦簽證 在下機後又要填很多複雜的申報表 要透露自己所謂的私人 但你喜歡不喜歡也好 除非你不去美國 否則你也要遵守 在這些情況下如果你要去美國的話 你就是沒有任何可以討價還價的餘地 美國政府從來就簽證條件和入境表格的內容 都不會去徵求我們特區政府或市民的意見 所以今次要內地去免疫隔離的話 最直接的方法CY就說是用到內地的健康碼 CY就說如果不喜歡的話 但可以不去內地 就不是涉及局長現在研究中 去自願申報自己行蹤的健康碼 CY就說如果不喜歡內地的健康碼 但可以不去內地 就無謂阻礙地球轉 他也批評有人把簡單的事情複雜化 究竟CY在說誰呢 雖然黃人經常想阻礙地球轉 拖我們香港的後腿 黃人其實一直都很不想我們可以通得整關 因為不通關就會民怨四起 這個情況就是小黃人樂見 不過說真的 有了港區國安法 有了完善選舉制度 小黃人可以阻礙地球轉 攬炒的能力大大減少 所以相信CY都不是說小黃人現在在阻礙地球轉 這個畫面就是小黃人樂見 不過說真的 有了港版國安法 有了完善選舉制度 小黃人可以阻礙地球轉的攬炒能力大大減少 所以相信CY都不是說小黃人現在在阻礙地球轉 阻礙地球轉 將簡單事情複雜化的就是另有其人 CY就用了耶酸騎奴的預言故事去透視現在 究竟有甚麼人阻礙地球轉 耶酸騎奴的故事其實也挺好笑的 我看完之後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從前有兩爺孫和一隻爐 爺爺很疼孫子 所以被孫子騎上他的爐背 但路過村民看到這個畫面的時候 指手挖腳在議論 就說這個小朋友太不懂事了 不懂得孝順老人家 自己舒服地騎爐 但要自己的爺爺很辛苦地走路 孫子聽完這些行言行語之後 就立即在爐背上跳下來 然後扶了他的爺爺上爐背 讓爺爺坐路繼續趕路 怎料走了幾步路 又遇到一群村民 而這群村民對他們也在七嘴八舌的議論 他們就說 大家看看這個老人家都不疼自己的孫子 自己在騎爐 但要孫子這樣走 爺爺騎又被人畫 孫子騎又被人畫 那怎麼辦呢 於是他們兩爺孫就想到一個方法 他們就決定一起騎爐 怎料走到沒多遠 有人看到這兩爺孫一起騎著同一隻爐 他們就說 這兩爺孫的心真的夠狠毒 一隻這麼瘦的爐 他們都可以兩個人一起騎上去 簡直是虐待動物 聽完之後 兩爺孫就覺得 一個騎又不行 兩個騎又不行 唯有第四個方法 就是大家都不要騎 怎料走了幾步路 又有人指著他們兩爺孫 就說他們這兩爺孫真的有夠蠢 有爐都不騎要自己走 誰騎都不行 不騎又不行 於是兩爺孫又再想了一個辦法 就找了一條棍 然後就把爐的四支綁在棍上 把棍子擔在肩膊上 決定是抬著爐走 不過我看完這個故事 也另有感誤 如果兩爺孫的目的是說 抬著爐走是最愚蠢的方法 因為這樣走一滴是最慢的 但如果目標是健身要減肥的話 抬著爐走是最有效的 因為這樣抬著爐走 真的不瘦也很難 人家不知道就會說他們愚蠢 別人笑他們太瘋癲 我說別人看不穿 講回正經 這個爺孫騎奴的故事 就告訴我們一個道理 一個人做事就不要計較別人的目光 要走自己的路 其實我自己從政都經常會聽到 很多言言言語 很多攻擊我的說話 我覺得這個故事也帶給我很深的感受 因為無論你做什麼 怎樣做都會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 如果太在意別人的看法 最後只會什麼都做不成 所以一路走來我都堅持這個原則 做自己認為是對的事 就不需要計較別人怎樣看 問心無愧就可以了 從頭到尾 兩爺孫這麼計較別人的目光 就是跟自己過不去 路過的人說的話 根本都不需要負責任 隨便惡意說一兩句 兩爺孫就不堅持了 這樣做是跟自己過不去 什麼目標都達不到 在爺孫騎奴的故事中 阻止他們兩爺孫趕路的就是他們自己 他們太在乎一些不是跟他們一起趕路的人的意見 換句話說 這個故事就映射出 特區政府遲遲都不能通關 就是因為政府官員 他們太在乎一些通關都不會回內地 不是跟他們同行的人的意見 搞到現在就什麼都做不到 而且我想跟大家指出 其實我們特區政府沒有主見怕負責的高官和皇公務員 初陀我們不僅是兩個星期 不僅是由施政報告說 通關是重中之重開始計算 如果要計算的話 其實應該是由去年開始計算 是足足初陀我們一年多 澳門早已是跟內地通關 澳門特區也有一個跟內地互相認證的澳門健康碼 澳門特區政府的衛生局在去年5月1日已經推出澳門健康碼 取代入境口岸的健康申報系統 就是一個個人健康聲明的升級版 健康碼是一個二維碼 一個QR Code 這個系統我自己也有感過進去看 就是需要回答到一些關於症狀、接觸的歷史和外遊歷史的問題 填完自己的個人資料完成問題之後 系統就會產生一個澳門健康碼 健康碼是適用於入境澳門和進入澳門本地的場所 分為綠色、黃色和紅色 但澳門的健康碼不會自動記錄用戶的活動軌跡 為何澳門健康碼可以沒有追蹤功能都得到內地的承認 我看了一些分析 就是因為澳門是靠得住、信得過 我們特區政府也要自問自己是否做得到 澳門警方曾經很明確地指出 他們可以透過天眼系統去追蹤病患者的活動軌跡 但我們香港沒有類似的追蹤系統 這樣說來我們香港也要考發一下 也要去設立一套天眼系統 另外澳門的人口是我們香港的十分之一左右 而澳門出現了零星病例 可以通過短時間內多次的全民檢測 去切斷社區內的隱形傳播鏈 而我們香港很明顯不具備這個能力 我們的全民強制檢測 最後就變成全民自願檢測 從來我們都做不到一次的全民強制檢測 說到自願 我們又如何可以給予人信心 自己都可以檢討一下 看看安心出行就知道 安心出行都是自願 很多黃人都不會用安心出行 他們只會填紙仔 填紙仔的時候 會把自己的名字寫是米奇老鼠 地址是迪士尼 那麼胡鬧 內地相關部門相信都看在眼內 怎麼可以令內地相關部門 信賴政府可以追蹤病毒的源頭呢 簡單來說 如果特區政府這麼忌諱 不想用一個有追蹤功能的健康碼 他們都可以檢討一下自己 是否可以像澳門特區政府一樣 做到全民強制檢測 做到有天眼的系統去追蹤病患者 但在不具備這些能力的時候 不要指著澳門的健康碼 或澳門的健康碼不具備追蹤功能 而我們就不需要有追蹤功能 可以讓申請者自動申報 而不是必須申報 因為這樣也是浪費我們自己的時間 也是浪費內地官員的時間 去考慮我們這個方案 今時今日從政 只要為人民著想 就不會錯 不用怕被黃人罵 我們的官員就好像 就是預言故事裡面的兩爺孫 他們做什麼都會被小黃人罵 做什麼都會被圖人指指點點 小黃人就是想我們為官者避事不作為 但是官員不要天真以為避事不作為 小黃人就不會罵 都是會罵的 即是你做什麼都會罵 你不做都會罵 但是官員不是圍著小黃人轉 不是跟小黃人一起阻礙地球轉 通關就是為了想回內地探親做生意 去旅遊的正常人去著手解決 而不是為了不正常 沒有想回內地的小黃人 所以希望官員可以搞清楚 為了一眾正常的小市民 就算被小黃人罵下又有什麼所謂 官員如果今時今日還是怕被小黃人罵 我覺得這樣的官僚思維 不要說對通關不樂觀 看來日後我們都要金睜火眼地監察著高官和皇公務員 不單止在通關的問題上什麼都做不到 相信政府日後很多施政都會跟通關的問題一樣 TVB等不及通關 先行跟內地的電視台接通了 上個月內地有全無線會 跟內地湖南衛視的芒果TV合作 舉行一個歌唱競演節目 節目中止表明要重新塑造香港經典的金曲 包括粵語金曲、港產國語和港風融合 相信會掀起粵語流行曲的熱潮 但一直TVB都沒有確認 直到今天TVB終於正式宣布 會跟芒果TV合作一個節目 叫做《星生不息》正式招生 芒果TV是內地八大衛視之一的湖南衛視網絡平台 向來非常懂得看準時機 曾經打造過很多個非常熱門的綜藝節目 包括《我士歌手》系列、《乘風破浪的姐姐》系列 和《披荊斬擊的哥哥》 我也有看過 也是出自芒果TV的手筆 內地的綜藝節目現在真的非常非常厲害 而今次TVB跟芒果TV合作的《星生不息》 就是會用到《我士歌手》的班底 《我士歌手》就普通了Jam 鄧子奇 今次TVB跟芒果TV的合作 對於很多想向內地市場大展歌藝的人 一定是非常吸引 有傳今次的項目是回巢 擔任首席創意官的黃祖南促成 招募的要求年齡上要滿18歲 新進或現役的歌手、演藝人員、甚至新秀 都可以報名 進級後會跟全國選手一起對壢 相信會有全國知名度 不過我留意到 對比在內地之前流傳 是芒果TV出的招生海報 TVB的招生海報少了些東西 大家不知道能否留意到 就是TVB的海報少了一項 沒有違法犯罪、沒有劣跡前貨的要求 其實這個項目跟內地合作 有這個要求也是非常合理 正如通關也要依照內地的要求 這種事從來都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所以如果要跟內地的電視台合作 要跟內地現行的政策也是很合理 我之前在這條影片跟大家講到一個流傳的劣跡藝人名單 名單分了三類 分為政治問題、違法亂紀、失德失犯三個部份 大家也可以看我之前的這條影片 我覺得TVB這個合作原意也是好的 這個模擬是TVB比ViuTV好的優勢 但如果芒果TV早前流傳的海報是屬實 TVB的招生海報也應該要列明 要有沒有違法犯罪、沒有劣跡前貨的要求 因為這樣就可以等違法犯罪和有劣跡前貨的反中亂港藝人警惕一下 讓他們知道他們的所作所為是有代價的 如果沒有代價的話就沒有黃人會怕的 很可惜了 我們的司法制度的確有時會放生一些黃人 旺角黃店吉緊在去年12月被警方突擊巡查時 發現店內藏有伸縮警棍和裝有鋸齒和尖齒的黑色盾牌 以至有電線索帶 事後兩名吉緊的負責人酒牌持有人黃鴻軒和酒牌代持有人審號 他們都否認管有攻擊性武器和管有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 而案件原定今天早上會在西國龍裁判法院開審 但在開庭後 控方突然同意不提政公起訴兩名被告 兩名被告只需自簽2000元首行為12個月 他們的控罪獲得撤銷 被告黃鴻軒在庭外跟傳媒說 他過去的心情起伏比較大 而因為他受到案件影響 被迫要擱置他擴充業務的計劃 案件現在告一段落 他認為放下心頭大聲 他說日後很希望可以重拾工作 去開展不同的計劃 大家聽完後就知道 律政司這次真的放苦歸山 可以讓黃店店長重拾工作 即是重拾之前擱置的業務擴充計劃 現在會開展這個業務擴充計劃 就是給黃店機會繼續播毒 他這樣被拉過被告過 然後現在沒事 對小黃人來說是一個光環 相信這間黃店日後的影響力會更大 不過今次的案件 可以看到黃店如何為求脫罪供出黃記者 因為案情指出 在去年12月4日晚上9時20分 警方包括牌照科的警員 去到這間黃店檢查他的酒牌 期間發現在天台消防崩防的門開著 裡面有大量物資 而負責的警員帶著酒牌代辭牌人 即是第二被告審號去到崩防看看 而在崩防發現有一枝黑色金屬伸縮棍 警方隨後以管有禁制武器罪 拘捕了第二被告審號 在警戒下第二被告審號說 這枝伸縮棍不是他 他也不知道是屬於誰 他沒有話說 他保持加密 而第一被告王鴻軒在警戒下 踢爆所有東西都是記錄的 裝有鋸齒和尖刺的黑色金屬伸縮棍 警員其後再發現在崩防內 所以說是呼之欲出 在19年有這麼多所謂的記者 我覺得吉緊這件事 提醒我們都要去追究這些王記者 不知道是否因為第一被告 王鴻軒攻出了王記者 所以他就可以補身補名折 被他撤控 就這樣就簽佈守行為 我覺得除非是這樣推斷 否則律政司為何要放生他們 這件事我真的想不通 篤灰一向就是王人所謂 千錯萬錯都是人家的錯 早前高調地吃黃血饅頭的杜汶澤 搗不碰演藝走去大貨賣東西 上年杜汶澤賣樓兼賣酒 去到台灣 他跟黃秋生一樣 去到台灣省申請了就業金卡 除了拍攝在香港經營的收費平台節目 頗有賺黃人錢生意頭腦的杜汶澤 還承住台灣食物含蟲 被內地彈回頭 搞食品生意 出口台灣水果和鴨血去到香港 因為台灣鳳梨不合格 被新加坡媒體發現是黑心的 大家也可以看我之前的這條影片 之後杜汶澤心身一計 將這些黑心鳳梨的心挖走他 用來做冰棒 黃人吃不出 所以杜汶澤力推台灣鳳梨冰棒 價值港幣168元一盒 一盒有6支 即是圍起來28元一支 真是給我就不會買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近日杜汶澤終於自爆 他說在聽到有消費者的意見之後 從他的廠方得知 一部份產品的心沒有完全去趣 不知道是不是還是有黑色一狗 杜汶澤說因為產品不夠完整 所以決定承擔起損失 不過他口說自己承擔 其實供出了廠商的問題 廠商沒有徹底去除鳳梨的心 杜汶澤說這並不是他希望得到的結果 他說他不會再賣這個有問題的產品 只會送給顧客 不知道杜汶澤今次虧了多少錢 翻查回 早上今年的8月已經說 杜汶澤的鳳梨冰棒的味道有問題 所以杜汶澤要全部回收 其實當時已經是出過一次試 如今又再出事 大家說會不會是偶然呢 今次杜汶澤投資失利 所以他就告訴了小黃人 台灣並不是他們幻想中那麼好 幻想和現實的距離相差很遠 杜汶澤自己也承認 日後對於同類型的產品 就會多一份忌憚和戒心 這件事就告訴大家 杜汶澤今次想幫台灣忙 但反而是幫倒忙 曲線地證明了台灣出品是靠不住的 而且杜汶澤為了與內地作對 實情是與自己的荷包過不去 最後這個牙碗送給大家 今集的時間就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為你的選材 記得讚好和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亦希望將影片廣傳開去 讓大家多人知道 和美同男偷拍不想大家知道的真相 如果還未訂閱我 陳永欣Jofie Chan的Youtube頻道 記得右下角免費訂閱 開啟通知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